哈囉大家好我是PF1 好久不見到的各位 來 我們這次先來體驗一下我們的 Santa Gift的禮物吧 好 那這次帶的隊伍呢 我之前那隻是因為自己跟自己玩的關係啦 所以我用陰陽然後搭配對面的礦山加沉默 那這次呢我就用比較認真 我覺得攻速比較過分一點的風骰配月亮 對 我覺得風月真的是速度當前最快 可能還比颱風跟強風還要來的快 雖然說颱風跟強風他們會變身到滿速是沒錯啦 不過以整體而言呢 我覺得應該是風骰是最快的沒錯 而且我現在只有11等 當然這是我的體感啦 真正要測多快的話 可能要麻煩有沒有大佬可以去測了 不過這個真的是 好啦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來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大家現在應該都知道 聖誕王他應該是會隨機出了 有可能我目前聽到最近的 很像是在第三回合就出了啦 那 也有遇到47回合從來沒有出過了 不過基本上就只會遇到一次 對 很像還沒有遇到有兩次的 如果有的話可以留言在下面 讓大家知道一下 OK 那我這次帶的隊伍呢 是賭博 月亮 風骰 然後生長跟小丑 雖然說帶風骰的攻擊次數會很多 但是其實風骰的攻擊力真的是有一點弱 所以帶風骰就要祈禱他 盡量不要太晚出來啦 對 如果來到40回合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沒辦法啦 就算七星七封應該也有點難度就對了 那對面呢 礦山沈沒 就組合 反正就礦砂隊嘛 礦砂隊變成礦沈沒隊就對了 然後沈沒呢 基本上是10秒 你點到滿的時候是14秒 那每個星數呢 那之後就再來測啦 對 這個是交給輔助方來處理的就對了 好 來 我們現在到了第六回合 這個情況我有一個六星月 吃到一個三星風骰啦 基本上是穩穩的 那我這邊還有一個六星的小丑在那邊 我再看我要怎麼辦就對了 那由於我等一下可能會變成直播的精華模式 那我還是再講一下 等一下遇到王的話 通常要怎麼處理 我這邊是建議啦 如果今天不是靠改電或颱風的話 太陽啦 現在很像知道太陽一次打兩隻的話 那個分數是會Double上去的 所以如果兩邊都是太陽然後又帶沈沒骰的話 會不會很過分 好啦 那是之後的事情 對 太陽月亮然後兩隻Double 這樣就是四倍 我只要打一萬五就是六萬 我只要打兩萬五就是十萬分耶 好 那如果我帶改電了 好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時候之後的事情不要想那麼多 好 那我們這個組合 我先講一下好了 通常因為兩隻王會一起出來對不對 然後我們一邊帶的是沈沒王 我建議一出來的時候先鎖住一隻 先放出把攻擊方的那邊的王給他放過去 放掉 我們專心的來控一隻就好 因為如果今天兜的那個骰子 只有一顆 只有一星的沈沒的話 可能只會鎖到一隻 如果到時候兩隻都在那邊的話 只有一星沈沒等於是一星沈沒不能用 這樣的話我覺得條件有點太難了 不如我們就專心打一隻就好 而且我今天也是用風骰 也不是說用改電 如果用改電的話或許還可以更爽就對了 那目前而言我覺得盾牌還不算太實用 可能之後看有沒有觀眾可以拍影片 或是我之後再來測試一下 看盾牌到底實不實用就對了 因為他不能主動完全都是靠運氣 那我覺得還是沈沒骰來得穩 而且就算對方在我的對面 如果換了一個盾牌的話 感覺這樣錢又不太夠對不對 位置又不太好放沈沒骰 反而不行 對反而不行 那如果兩邊都放盾牌呢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對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之後再來測吧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第十回合 剛剛還是處理掉 我們這一局運氣真的還算不錯 我們的六星月亮 有吃到五星的風骰跟三星的風骰 好啦 基本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對面的狀況就是要先把礦山給成長起來 然後把沈沒也先拉到滿等 以防等一下就要開始沈沒 因為他隨時都會出來就對了 好 那就這樣了沒有要幹嘛 就等前等王然後等到崩掉就對了 如果他今天沒出來就是崩掉 如果他今天有出來那就是爽到 那我這邊會帶成長起來 我覺得算是一個錯誤啦 我覺得應該還是要帶破城啦 以賭博跟那個成長而言 我覺得賭博比較適合破城 賭博配合成長的話 直接長到七星就量掉了 真的 直接長到七星就量掉了 所以我還是覺得帶破城比較好 這邊是我們一個失誤 然後場地的部分呢 因為我沒有冰1690VVIP那張圖的關係 所以我就先用勇士競技場 至少這500鑽還可以勉強用一下 之後呢我應該會再買來測試一下 看應該會更高吧 而且我們這一次是到了六萬九千分 其實我們中間的失誤蠻多的 等一下可以看到 我們讓王衝了幾次 我們一開始也沒有去把王給鎖住 但是我們最後分數是來到了六萬九千分就對了 那至於說這個包包到底是要提早開呢 還是說要累積到最後一天再開 目前的可靠消息 我看Renandise的交流區 很像是說直接開是最快的 比例是最高的 但是我也還不能這樣講 因為我自己也還沒有測試到就對了 那我個人而言呢 以目前的狀況 我應該是會先累積到後期再開 除非說有真的新的數據出來 對 到等級高的數據出來的話 才會跟大家講 因為我自己還沒有打太多就對了啦 然後我們現在到轉王了 基本上風閃還是會被轉 因為他沒有辦法秒王 不過這樣轉一波之後呢 我有一個七星月亮了 我的狀況其實還不錯 那七星月亮旁邊有兩個六星的風閃了 雖然是小手啦 等一下就複製上去就可以了 而且我還沒有去點亮他 還沒有點亮他 如果有辦法點亮的話 這感覺一定更棒 我選擇複製 欸沒有 欸沒有 我以為我要複製過去 結果我只能複製四星 我剛剛應該複製成長會更好一點啦 來 我們就直接跳到Santa Gifts那邊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直接給到精華去囉 掰掰 好 那我們這邊一樣給他加速一下 然後我們是到第20關就遇到了 所以如果這個關卡數更晚遇到的話 應該會再更過分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破10萬應該是OK的 沒錯啦 好 欸這邊不錯這邊不錯這邊不錯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交給你了交給你了 壞壞交給你了 我們今天能不能活就看你了就看你了 破5萬破5萬破5萬 我這邊先過沒關係 我這邊不用管我這邊不用管 讓他先過去 我覺得你那邊應該要先鎖住 你知道嗎 對 因為那邊會浪費掉 你看這邊就沒有 有一點點尷尬 對 沒錯 所以一開始要先鎖 一開始要先鎖 一開始要先鎖 等一下還就 雷狗破5萬有生之年破百 我看哪天有沒有幾次萬 應該就可以倒戰破百 有點尷尬 對 現在很尷尬 現在很尷尬 如果有辦法要一頭去鎖上司 很明顯的很明顯的很明顯的 一定要先鎖住 你剛開始出來一定要先把一隻先鎖住 先讓另外一隻先過去 先讓另外一隻過去不然有點尷尬 嗨 救命早安啦 雷狗 謝謝雷狗 我忘記剛是有謝你還是沒謝你 我已經忘記了 但是行不行行不行 現在已經來到1萬了這個速度 我覺得可以啊 不過這個攻速 我沒有辦法複製啊算了就這麼辦吧 升級一下加攻擊沒有用啊 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辦法怎麼辦 我想隨便在手機裡放不下 放下吧 聽當聽播就好 我們現在血量已經來到1萬3 不是血量啊 我們的經驗只已經來到1萬3了 OK 第一隻進去 我們第二隻才是重點啊 現在有到了1萬5千元 1萬5千 啊之前就有破百到戰 有破百 有破百到戰的直播有嗎 有破百到戰的直播嗎 哪一隻啊 什麼時候啊 我直播的時候很歐的時候啊 湯圓很可愛 欸謝 欸對 是福爾花的湯圓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了1萬8 1萬8 1萬9了 1萬9了 這個速度我覺得比剛剛還要來得快耶 這個七星真的好噁心喔 這個畫面好爽喔 等一下 但我今天的直播有點太複雜了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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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來到了2萬2 2萬2 2萬2 我覺得有機會破5萬 破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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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到 幹是你喔 酒鬼 幹是你喔 這隻聖誕玩什麼東西 我們打他可以上面有一個數字 一直在累積 累積之後 你可以增加你的寶箱的經驗值 寶箱的經驗值增加上去之後 你就可以開到更多更多的金錢就對了 好來 快一點 現在來到了2萬6 2萬6 2萬6 輕輕旁邊三個六星風 不只喔 六星風一個五星風在這裡喔 全部都吃到耶 幾乎高興只有這顆沒吃到而已 還可以還可以還可以 2萬8了 2萬8 2萬8 壞壞 靠你了 我們的未來就靠你了 就靠你了 就靠你了 如果這個是他媽的訂閱數 幹有多爽 哈哈哈哈 我現在已經3萬訂閱 直接破4萬 3萬了 直接到3萬 我覺得這一定4萬沒有問題的 這4萬沒有問題 而且我覺得他現在是有BUG 因為他會移動 如果他是完全不移動的情況下的話 我覺得他的速度應該會誰鎖在那邊 應該可以6 7萬嗎 有沒有辦法破6萬 有沒有辦法破6萬 來了現在已經來到3萬4 已經比剛剛還 這個一定破剛剛的紀錄 剛剛是3萬9還是3萬7對不對 現在到3萬5 沒錢了 這麼快就沒錢了 啊我們因為我們32關就遇到了 沒有到很後面 不過沒關係 慢慢來慢慢來 快快數秒 讀秒 至少10秒鐘 至少10秒鐘 14秒14秒 14秒14秒 按一發 14秒按一發 14秒14秒14秒 14秒 3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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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能靠你數秒了 你可以先不聽我直播沒關係 你就用力去讀秒吧 用力讀秒 用力讀秒 但是現在來到4萬了 破4萬 4萬1 4萬1 我覺得只要有辦法到5萬 就很爽了 有沒有辦法到5萬 有沒有辦法到5萬 有沒有辦法 現在到4萬2 4萬2到4萬3了 再一點點 再一點點 現在已經經過一半了 已經過一半 過一半 快點快點快點 4萬5 一定到5萬 絕對破5萬 絕對破5萬 我是數到大概20秒再解開 20秒嗎 我覺得只有我要再出一支影片 就是每一個骰子 到底是ㄍ幾秒 你知道嗎 然後4萬6 等一下 被他真正衝過去 還好還好 至少有2萬 至少有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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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 有 撐住啊撐住啊 完了完了 對面的狀況不是很理想 有一個三星在 有一個一星 還有一個一星 然後又一星 一星二星三星都有 可是那個四星一大堆啊 我們的四星以上的沉默骰 都在那邊 現在到5萬1 5萬1 還有辦法再高一點 5萬2 兩個召喚 給他召喚下去可以多來出一顆 又來一個小丑生長 還可以 還可以 現在到5萬3 有沒有機會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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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叫麥哥 不行啊 叫麥哥那個很有梗你知道嗎 5萬5了 5萬5 有沒有辦法6萬 可是到後面一次要9萬欸 幹那怎麼打 我覺得BUG要改 我覺得那個盾牌BUG 如果有盾牌的話 應該不用那麼累才對 有沒有辦法破6萬 我覺得應該可以應該可以 他現在有準備好兩組 一組一星一組二星 還在還可以還可以還可以 不過這個位置 有那麼一點危險的 剩不到一公分了 這個距離 不到一公分 還行不行 還行不行 6萬了 6萬了 還沒辦法6萬5 可不可以6萬5 6萬5 6萬1 這個速度可以 我覺得可以 應該還可以到6萬5 6萬5 還有兩個 他還有兩個一星 一組二星 兩組二星 三星沒有 不過沒關係我覺得有機會 有了 三星又出來了 三星又出來了 還要6萬4了 有沒有辦法7萬 這到8萬就不太可能欸 他現在光衝都沒辦法 你知道嗎 這到8萬有點難痛苦 現在到6萬5 6萬6 快了快快7萬快7萬快7萬 快7萬快7萬 6萬6千6百6十多了 6萬7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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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3000這個距離 剩不到0.2公分啊 幹這剩不到0.2公分 有沒有辦法 6萬9 6萬9 最後 要7萬了 最後 幹 6萬9千5沒有到7萬啊 隱恨啦 隱恨啦 不過這個組合他媽的 有夠幾百 不行啊 6萬9千5 6萬9千5極限了 我們來看一下多少錢好了 欸這樣其實 欸這樣划算嗎 可是五百萬欸 五百萬很多欸 幹好累喔 等一下 有點累 有點累 等一下 我又回來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吧 因為我們到了6萬9千5了 那其實也算不錯 因為這個隊伍實在是打不上去 雖然只有在20關 如果在30關遇到的話 其實我覺得可以啦 我覺得可以 來我們現在來到了第32關 這時候應該是有小BOSS的隊 欸沒有欸 還沒有小BOSS 那我在這裡放慢速度的話 基本上我是在這裡量掉囉 啊 因為我的骰子被I王給害到的那個傷害 有點弱啦 不過基本上我已經打上去 我已經打過那關的剩下 就放著就好了 這時候不經懷疑欸 我是不是還是直接刷台會比較快啊 這樣 這樣打聖誕禮物划算嗎 對划算嗎 我們最後到32回合總共有50張圖啦 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那個聖誕禮物 聽起來有多爽唄 來我們打開一下他的連結 OK可以看到 因為他的經驗只是慢慢往上升的啦 不過那個錢 很像不符合比例對不對 哪有人越高達到的CP值是越低的 可是不知道等級啊 我現在要等級9 如果等級再高一點 或許會再更爽 而且我現在升級一次要5萬欸 等於是我剛剛6萬多 我只能升一級多而已欸 頂多到11等而已欸 我的天 OK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的Discord群已經開放了喔 如果想跟我聊天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想出現就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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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